大家好,我是游泽户外的店家股市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店里面新推出的古方二代彩火炉 二代的话,相对一代的话增加了的古风机设计 从而使得彩火炉更易用,火力更猛 炉机的话和之前一样变血 可以装进锅里面随时带走 不会给里程增加负担 这是古风机,古风机的话我们配有一个布袋装着 古风机的话采用进口双滚珠风扇 进行耐用 古风机的话可以随意的调节风力大小 古风机里面的话还有配置那个调速的保护电路 不会杀坏风扇或者调速器 而且我们一年之内保修 炉机的话安装也非常的简便 首先把炉灶取下来 把这个向下拉下来 之后用这个古风管对准下面底做了一个孔位 随意一个都可以 之后旋转这个孔位的出气孔 对准中间这个孔之后就可以了 放下来 之后接上古风机 就要用力推进去就可以了 再接上电源 古风机的电源的话可以是移动电源或者手摇充电宝啊 还有太阳南充电宝啊 还有电像机好中电宝 等输出五伏一安 五伏两安的转安的电源 就可以正常工作 之后上火 之后把一些比较四小的柴火铺一声在底下 尽量选一些小的铺在底下 尽量选一些小的铺在底下 这样上火的话就比较简单 而且很快 也可以用一些干枯的树叶啊 放在底下也可以 之后套上锅灶 只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套上锅灶 之后我用 用暴几营阳 营阳的话可以用几斤 干草 最后再往里面扎材就可以了 随意的加材 尽量先开启的话 加一些小的 嗯 开启的话会有一色烟 因为它们炉内的话还没有产生高温 火力相当的猛 就算不是很干燥的才炸进去 也可能可以燃烧的很好 现在炸过上去 火力相当的猛 现在益用很多 加码梅脂 不能但不能超过二气阳烧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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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火力相当的忙 股风的效果非常明显 黑锅的情况还是有的 不过比之前的话相对会减轻一点比一代 到后期的话 炉内的话炉内温度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敲车比较大一点的柴火丢进去 这样的话就有养烧的时间 不用经常炸柴火 水已经煮开了 这个车还是前几天我们这里经常下雨 这个天气今天刚晴我就出来了 而且柴火里面带的湿气还是蛮大的 你炸进去一点也不冒烟 火力还是一样的满 因为它的属于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 底下是一段燃烧 把它加温温度加高起来 使得更多的木煤气 从而使得火力更满 竹火人比较高盾 但是何使得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